162. 東方早報 紫光以以130億美元購內存巨頭 2015年7月15日財經動態A.19 紫光集團前新市清華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 目前資產規模約400億元 I.C. 圖早報記者周寧清華大學旗下紫光集團的胃口越來越大 最新的收購目標瞄準了美國最後一家半導體存儲巨頭美光科技公司Mikron 華爾街日報7月14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稱 中國紫光集團已經提交了收購提議 希望以以130億美元全盤收購美光科技 若收購成功 該交易可能成為中國公司最大一筆海外收購 早報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釋 紫光集團確實已經向美光發出了收購要約 但最終能否通過懷有很多困難 最難視美國政府的審批 紫光集團目前未有官方表態 美光發言人7月12日再接受彭博社採訪時增表示 美光不會對傳言和損測置評 但我們可以確認 並沒有收到紫光集團收購提議 華爾街日報稱 紫光的提議收購價是每股21美元 比7月13日美光科技收盤價17.61美元 入價19.3% 作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傳儲及影像產品製造商之一 美光科技主要產品包括Dram Nant閃傳和CMO 影像傳感器等 在Eatram市場 美光的市場份額僅次於三星電子 美光科技股價近一年內幾乎腰斬 主要原因是全球 市場需求的低迷 這二時收購者出手最好的時機 在截至6月4日的第三財季中 美光科技銷售額同比 比上年同期 減少3% 為38.53億美元 營業利潤同比減少25% 為6.31億美元 淨利潤同比減少39% 為4.91億美元 深謀研究手席分析師 這股民軍隊早報記者表示 紫光集團收購美光的資金實力是有的 關鍵擔心美國政府最終不會批准 這是美國最後一家半導體傳儲公司了 之前華為並購都被否了 紫光集團為清華大學校辦企業 《清華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大型骨幹企業之一 前身是成立於1988年的清華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 2005年改稱紫光集團有限公司 目前資產規模約400億元人民幣 官網介紹 紫光集團正以重金投資研發 全球研纜銀財和併購 重組為手段 發展以集成電路芯片設計 集成電路產業園區和通訊媒電子學院 為主要內容的集成電路產業鏈 這兩年 紫光先後私有化料展訊通訊 和睿科微電子 進入手機芯片領域 成為中國最大的芯片設計企業 不久前 紫光有以25億美元收購了 惠普其下的華三和惠普中國的服務器業務 紫光對美光的興趣 可能在於其有意加強自己在傳儲芯片領域的能力 紫光集團董事長廖偉國爭表示 紫光要做世界級高科技企業集團 必須要發展IC和IC產業 掌握核心技術 那麼國際並構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條途徑 在此基礎上 也可進行自主研發